这是本年度最值得期待的丧尸剧 重启版生化危机 全新的剧情 全新的人物 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公元2036年 距离世界毁灭已经过去14年 地球只剩下不到3亿人 而感染病毒的丧尸数量高达60亿 女主杰德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 这些年她一直致力于研究丧尸病毒的演化 为此不惜远离家庭 飘扬过海来到丧尸密集的伦敦市 朝身上喷洒完遮盖气味的药舌后 杰德又一次开始了丧尸研究 只见她割破一只兔子皮肉 随手放在空地上 自己则躲在不远处架好检测设备 静静等待丧尸的到来 没过多久 暗藏在建筑里的丧尸开始骚动 甚至血腥味逐渐靠了过来 几乎就在同一刻 所有丧尸都察觉到兔子的存在 如如恶狼一般不了过去 谁知兔子突然加速 居然顺利逃脱了 杰德顿时有些失望 通过将近一年的观察 这些丧尸一直都是凭借本能行动 没有任何高阶的大脑功能 当他准备起身离开时 手臂不小心被铁门划出一道口子 杰德立马感觉不妙 偷越扑过的连忙转式跑路 丧尸群也在第一时间发现了他的存在 犹如蝗虫一般朝他追去 想不到丧尸速度这么快 没过多久杰德就被扑倒 好在他晃而扶乱 一脚崩开纠缠的丧尸 借着一个扳轨 猛按地上扑起的开关 周边的铁座立刻喷出炙热火焰 将所有丧尸隔离在圆圈外 没过多久 又是一团红色粉末喷出 将熊熊大火扑灭 连带着所有丧尸也没了动静 这是杰德给临时住所设置的保命措施 想不到这么快又发挥作用 可他还没得及松口气 忽然感觉地面开始剧烈晃动 杰德像是意识到什么 立刻转一身发动就好 就在下一刻 一只巨大的爬虫怪兽破土而出 杰德认出这是感染了T病毒的虫子 不同于之前的普通原始 这是一种暴力或强大的存在 杰德在他面前毫无反抗之力 杰德照面就被摔晕过去 好在关键时刻 三名幸存者忽然举强出现 一番猛烈的射击后 这只巨大的虫子倒立身亡 当杰德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身处一间铁皮坊中 原来是杀死怪虫的好心人将它带来的 这是一处拾荒者营地 所有人依靠拾取废弃零件 经过再次加工贩卖给有钱的老板 杰德对此见怪不怪 让让着想要离开 可好心人却表示 这里可不是想走就走的 说完后便扔出一颗照明蛋 杰德瞬间沉默了 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照明蛋点亮夜空 瞬间照出隐藏在夜色中的无数丧尸 将整座营地尾的水泄不通 里面的居民一般都是依靠直升机进出 女主杰德立刻打消了独自离开的念头 好心人对此见怪不怪 丧气地表示 总有一天人类会灭绝 可杰德却不这么认为 病毒总是不断进化的 如果运气好病毒开始弱化 那么人类就能和丧尸实现共存 这也是他多年来一直坚持观察丧尸的动力 可好心人接下来的一句话 引起了杰德警惕 他看过杰德手臂上的刺青 这是在浣熊市生活过的独有标记 就在这时 天空中传来直升机的污名声 好心人立刻换了一副嘴脸 表示保护伞公司就要到了 原来这些年来 保护伞公司一直在悬赏浣熊市居民 好心人发现杰德的身份后 立刻将他举报想要拿到一些赏金 当几辆直升飞机落地 一大帮全副武装的守卫走了出来 带队的是公司老板之一巴克 不知为何 当他看到杰德时 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 随手一枪将好心人击毙 接着所有士兵开始对其他实荒者开火 一场没由来的杀戮打开序幕 杰德没有坐以待毙 趁乱逃出射击区域 可这地方说小不小 说大也不大 当营地内的拾荒者几乎团灭后 杰德也被堵在阳台上 巴克适时地开口说话 让杰德赶紧去保护伞公司 妹妹正在等着他 杰德听完后脸色巨变 脚伤突然发力 猛地朝着营地外挑去 比较密尼妈妈的丧尸翘手一盼 这个妹妹到底是谁 居然让杰德宁愿面对丧尸潮 也不肯和他相见 好在杰德的落脚处有个铁皮旁 经过缓冲后 明还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不过身旁成群的丧尸 可没这么好对付 杰德咬紧牙关 立刻起身 朝着相反方向跑去 好在有楼上的士兵开枪掩护 让杰德顺利躲进玻璃房中 显然保护伞公司 并不想让他丧命 就在这时 一辆越野车 突然从营地中冲了出来 应该是名幸存的拾荒者 杰德知道这是唯一逃跑的机会 于是连忙冲进市群中 一边招架一边大喊着停车 好不容易和越野车会合后 杰德一个闪身跳了上去 幸存的拾荒者健壮 脚底猛踩油门 硬生生在丧尸群中 撞出一条血路 两个人总算逃出了拾荒者营地 杰德之所以这么拼 就是不想见到自己的亲妹妹 脑海中也浮现出小时候的遭遇 时间回到2022年末日来临前的三个月 女主杰德的父亲 是保护伞公司的首席工程师 因为工作需要 她被调到浣熊市 新建的人工小镇工作 杰德和双胞胎妹妹比例 新兴适应新的生活 不知为何 父亲艾伯特每周都要在他们身上 抽取一管血液 日积月累下来 姐妹二人已经习惯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父亲抽取血液的目的 居然是为了给自己注射 最近他给保护伞公司 研发出一款治疗抑郁症的药物 名字叫做乐伍优 高层对此十分重视 还没彻底完善 就迫不及待地想要上市 艾伯特对此十分担忧 因为几年前就出现过一次意外 还没完善的药物 让人出现发狂症状 最后迫不得已将他们全部枪杀 虽然那次意外被强压下来 外界并不知情 可艾伯特却从来没有忘记 这天中午刚放学 妹妹比例来到公司寻找父亲 无意中看见有人将活生生的小兔子 送进前往地下室的电梯 比例是个极端的素食主义者 对动物有着天生的同情心 她十分担心白天看见的小兔子 被人送去进行动物实验了 姐妹两人一商量 偷偷拿走了父亲的门禁卡和手机 准备前往保护伞公司一探究竟 如果真拿小动物做实验 比例发誓一定要将此事公布到网上 姐妹俩很快来到公司门口 通过父亲的手机顺利打开大门 比例记得小兔子是被送往地下四层了 两人一出电梯 就看到各种动物被关在玻璃笼中 比例立刻来了精神 连忙掏出手机拍照留作证据 杰德对此不感兴趣 看见桌上有台电脑 试着输入父亲常用的账号密码 居然真的登录成功 里面存着一则视频 画面中有好几个守卫正在枪杀普通人 杰德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就在这时 办公室角落的铁门后 忽然传来低沉的无叶声 上面写着恶无忧终极实验 比例猜测里面关着什么小动物 于是用父亲的门禁卡时的事 铁门低的一声打开了 当他看到铁门里的东西 顿时吓得连连后退 想不到一条面目猙獰的大斗走了出来 此时的他显得十分狂躁 撕腿一灯就朝杰德姐妹冲去 两人不要命的急速狂奔 总算及时逃出实验室 可凶残大狗还没放弃 不停撞击关上了铁门 想不到没过多久 大狗就冲了出来 杰德二人躲在桌子底下瑟瑟发抖 可很快就被大狗发现 两人猛的朝公司门口跑去 这才反应过来 大门需要手机确认才能打开 混乱中大狗已经追了上来 一个箭步上前 紧紧咬住比例 肩膀左右晃动 杰德见状连忙拿起灭火器 对着狗头就是一根猛杂 也不知过了多久 大狗倒在地上没了动静 杰德顿时松了一口气 连忙拖着妹妹坐在椅子上 此时的比例伤得不轻 肩头上的两排牙龄还在流血 就在这时 父亲艾伯特突然出现 看到比例身上的伤口 显得无比慌张 让杰德赶紧将人带回家 签订万主不要去医院 而他自己则要留下来善后 将一个U盘插进主机中 顿时所有电脑开始花瓶 接着他又来到大狗身边 在自己的脸上抹了一滩血 没过多久 公司警卫队抵达现场 紧随其后的是分公司负责人 伊弗林 艾伯特解释说自己正在加班 突然遭受黑客攻击 电脑里储存的所有资料 包括监控和进出记录 全部消失 关押大狗的电子锁也跟着失效 花费好一番力气才将他打死 一套说辞简直就是天衣无缝 总算将这件事给糊弄过去了 可他造成的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 艾伯特清楚咬伤比利的大狗并不简单 他可是高风险实验后的产物 悄悄查看比利的伤口 发现周边居然已经开始溃烂 想必感染了某种可怕病毒 以上就是生化危机的第一期内容 这就是传说中的团灭体制 走到哪里 哪里的人就会遭受灭顶之灾 不小心连累整个营地的拾荒者几乎全灭后 这个女人在唯一幸存者的帮助下 顺利冲出丧尸群 摆脱了保护伞公司的追捕 当时的形势无比严峻 他根本来不及从车顶上下来 察觉前方悬空吊着几根铁管 杰德大声呼喊停车 汽车总算在接触铁管的前一刻停了下来 司机大哥并不认识杰德 让他上车只是顺带而已 两人还没来得及互相认识 几只丧尸从围墙上跳了下来 司机大哥连忙反击 谁知丧尸越举越多 很快就将他淹没 杰德想去救人也无能为力 只能踏破汽车天窗 钻进车里猛踩油门 顺利甩掉追击的丧尸 经过一夜的赶路 杰德抵达一座人类城市 这里已经被保护伞公司接管 在强大武力和科技保护下 所有居民过得还算安稳 杰德明知道自己正在被保护伞通缉 可他有不得不混进来的理由 简单遮住全身后 杰德来到一户人家门口 之前他从居住地偷渡来到这里 便是这家男主人提供的便利 现在杰德想要回家和老公团聚 自然还得找男主人帮忙 甚至女主人表示自己丈夫出远门还没回来 杰德察觉有些不对劲 悄悄打开卫生间大门 发现男主人已经变成丧尸 单手铐在水管上无法动弹 旁边浴缸里还存放着许多家臭残骸 想不到女主人居然在饲养丧尸老公 想必这也是种另类的相濡隐没吧 得知杰德想要偷渡前往开罗老家 女主人提供了一条线索 老公的口袋中有个70本 里面存着其他偷渡商人的联系方式 杰德没有知能而退 将全身武装后慢慢靠近丧尸 压住他的身体一阵摸索 总算拿到记事本 随着丧尸突然挣脱手铐 整个人猛地冲了出来 瞬间就将女主人压在身下 杰德立马上前 用铁棍将丧尸刺穿 可女主人并未表达任何谢意 而是直接将救命恩人赶了出去 杰德丝毫不在意 此时他最关心的还是找到能够渡海的船老大 顺着记事本上的记录 杰德很快取得渡海的船票 更加幸运的是 今天晚上就有一趟航班 码头已经站满了等待偷渡的人 就当大家准备上船时 忽然几辆卡车带着无人机 对着人群就是一通扫射 原来是保护伞公司前来打击违法偷渡 不过本意却是为了追捕杰德 整个码头充斥着凄惨叫声 杰德在逃跑过程中 看到一个落单的小男孩 冲过去一把将他抱住 躲进一间小铁皮房中 身上的团灭光环在隐隐发光 没过多久 码头的偷渡者基本全灭 保护伞公司的巴克命令手下沿途搜索 务必将杰德找出来 却不知他就在不远处的房屋中 就在这时 小男孩的父母找了过来 对于杰德的出手箱就十分感激 他们是专门贩卖名贵酒水的走私客 现在坐船的路线行不通 小两口知道还有一条隧道可以穿过海峡 杰德听完后立刻来了精神 开车载着小男孩一家前往隧道入口 这里同样被当地势力所把持 杰德只好交出汽车钥匙 作为几人的过路费 他们就这样坐上了被铁网包裹的通行车 车厢内的气氛无比压抑 所有人都知道这趟旅程并不轻松 当通行车来到隧道最深处 随着的守卫大汉出言提醒 不要发出任何声音 像是在忌惮什么可怕的存在 就在这时 阴魂不散的保护伞公司再次出现 轰鸣的警报犹如黑夜中的一盏明灯 这群守卫一下车就发现不对劲了 一根肠刺突然触破士兵的脑袋 所有人立刻开枪反击 通行车中的偷渡客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一个人形怪兽突然冲了进来 众人吓得四散逃离 黑暗中时不时冒出长次收割生命 谁都不知道下一个倒霉的会是谁 女主杰德有幸和怪物近距离接触 认出对方就是传说中的铁食者 专门依靠声音来定位猎物 仅剩的一名随车护卫 被地形十分熟悉 带着杰德和小男孩一家 躲进了旁边的维修通道 守卫大汉十分自信地表示 这条通道也能直达隧道出口 就在这时 小男孩突然倒地不起 原来他两天前不小心被丧尸咬伤 杰德让母亲赶紧放弃小男孩 可对方死活不肯 一旁的大汉等着急 抛下大家飞快朝远方跑去 水质没过多久 大汉就哭喊着跑了回来 居然是只巨大的人脸蜘蛛 杰德吓得张大嘴巴 带着小男孩一家急速狂奔 中途经过一扇小门 几人立刻钻了进去 相信巨型蜘蛛肯定追不上来 可这里仅是一个狭小的房间 根本无法长时间生存 男孩父亲咬了咬牙 举起一根铁管表示 他去引开蜘蛛 让其他人朝相反方向逃跑 水质蜘蛛出现得无声无息 再加上体型巨大 男孩父亲并未争取太长时间 杰德几人还是被蜘蛛盯上了 好在最后关头 杰德用力掰下扎门开关 几人总算有惊无险地抵达隧道出口 不过小男孩的面色更加惨白了 估计要不了多久就会失变 母亲显然已经失去对未来的期望 决定留下来陪孩子度过最后的时光 杰德无奈 只能独自朝着隧道出口走去 进来时还有整整几车人 现在又只剩下他一个了 谁知杰德刚刚抵达地面 保护伞的巴克再次出现 想不到他也在隧道中幸存下来 杰德顿时面如死灰 这次估计很难逃脱了 忽然枪声响起 巴克中枪倒地 一大帮武装分子突然出现 直接把在场众人全部带走 想不到巴克这么扛揍 中了枪就跟没事人一样 还能在球车上谈笑风生 可杰德慌得不行 四处打量周边环境 感觉这帮歹徒绝非善累 一行人很快进入一处封闭地堡 这里虽然幽暗潮湿 可内部空间巨大不比 杰德看到有几十只丧尸 在推着什么东西打转 两边的铁笼还关着许多幸存者 这里的首领是个彻头彻尾的神棍 丝毫没将保护伞公司放在眼里 因为他奸细 这场片再是上天赐给自己的礼物 能把丧尸当作免费劳力 给整座堡垒进行人工发电 就是最好的证明 杰德研究丧尸行为已经多年 很想知道神棍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可有一点他很确定 这场末日灾难并不是什么上天的礼物 而是保护伞公司一手造成的 时间再次回到 2022年末日天灾前的三个月 这对姐妹偷偷跑去父亲工作的实验室 妹妹比利不小心 被一条面目猙獰的大狗咬伤 她的厄运就从此开始了 先是伤口周边出现明显溃烂 整个人也变得萎靡不振 父亲艾伯特健壮 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他很清楚咬伤女儿的大狗有多么可怕 当初为了研制新的药物 特意给狗注入了原本为军方开发的T病毒 其中的凶险只有少数几个高层之道 艾伯特有些不死心 抽出比利血液进行化验 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 随后又将血液注入小白鼠体内 没过多久 实验对象开始变得无比狂躁 不停撞击实验箱玻璃 当艾伯特回到实验室时 发现实验老鼠已经不见 费了一番功夫抓住后 艾伯特仔细观察老鼠血液 发现病毒正在疯狂吞噬他的身体细胞 赤骨含义瞬间涌上心头 杰德此时也察觉到妹妹的不对劲 他试着在网上搜索一些相关资料 可整个幻熊市的外部信息 全被保护伞公司屏蔽了 杰德没有就此放弃 找到学校里的黑客天才塞门 以自己的项链作为报酬 让对方突破保护伞公司的屏蔽限制 塞门的技术果然不是盖的 很快绕开封锁限制 一大堆有关保护伞公司的负面新闻跳了出来 其中一篇新闻说 曾经有人被保护伞公司的动物咬伤 没过多久就发疯了 杰德立刻抢过电脑 试着联系文章作者 想不到对方很快发来视频通话 这位叫做罗比的男子 是名调查记者 多年来一直在暗中调查保护伞公司 曾经他还采访过被咬男子的妻子 夫妻俩都是保护伞公司的员工 男子被咬后开始出现一系列感染症状 72个小时后变得狂躁无比 开始疯狂攻击其他人 杰德回去后 特意绕开网络限制 也查到了这起实验事故 最后整个实验室的人全部死亡 杰德越看越心惊 难道妹妹比利在72个小时后 真的会发生变异吗 比利本人此时也发现不对劲了 伤口一直流血无法愈合 恶心呕吐接踵而至 更为可怕的是 原本和比利亲近无比的宠物狗 现在对他也是抗拒无比 宁愿钻到陌生人怀抱 也不想靠近比利 身体状态的每况愈下 让他陷入深深的恐惧中 可比利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意外将给整个世界 带来怎样的灾难 以上就是生化危机的第二期内容 这部剧总共分为两条时间线 每集都会互相穿插 不过关联性并不大 阿奇特意将它们分开讲解 希望大家不要建议 这群丧尸太勤奋了 不知疲倦地推着转盘发电机 转化出来的电力 照亮了原本阴暗的地堡 给无数民众带来宝贵的光明 铁笼中无所事事的胖子 羞愧地低下头 心想就连丧尸都这么卷了 自己还有什么资格不努力 女主觉得疑惑万分 毫无思考能力的丧尸 为何会主动去做苦力 就在这时 劳作的丧尸突然停止移动 房间灯光 因为电力不足变得呼鸣呼暗 不远处传来电锯转动的声音 杰德连忙抬头望去 一名保护伞公司的守卫 被带到手拿电锯的头套男面前 只见对方手起聚落 直接将可怜的手位劈成几块 底层的丧尸闻到血腥味 全都躁动起来 可头套男没有理会 而是将碎肉扔到一个阴暗的铁笼中 这里只关押了一具丧尸 显然是个无比特殊的存在 只见他吃饱喝足后 忽然开始仰天长笑 那些原本静止的丧尸苦力 又开始机械地推着转盘 女主杰德看得一愣一愣 难道丧尸进化出了社会关系 一旁的胖子巴克紧张得不行 刚刚成为实物的可是他的手下 说不定下一个遭殃的就是自己 于是立马决定逃离这里 可他费了好大力气 劳门纹丝不动 身后的杰德之导 现在不是计较丝绸的时候 利索地站起身帮忙 两人一起用力 总算在守卫赶到前撬开铁门 几招干翻守卫后 巴克第一时间放出手下 可怜的德州电锯狂刚准备发位 就被胖子一枪解决 墙上的铁柜中存放着不少武器 保护伞的所有守卫人手一把 开始对地宝武装分子进行反击 胖子闲着还不够刺激 一口气打开所有关押丧尸的牢笼 三方人马缠斗在一起 对时陷入无比混乱当中 不得不说 胖子的身手要比想象中敏捷得多 一手枪金格斗术版的无比丝滑 可杰德并没有参与其中 他有更为重要的目的 就是找到那只领头的丧尸 这可是研究病毒进化的最佳标本 随手抓住一位逃跑的地宝守卫 询问领头丧尸的来历 原来他们是在森林中无意发现的 被大家称为丧尸女王 忽然一阵奸笑声传来 丧尸女王带着一票小弟朝外走去 杰德瞅准机会 及时拉下闸门 将丧尸女王和小弟隔离开来 好不容易制造出下手机会 杰德好不由情 用手上电锯劈砍下去 旁边的丧尸顿时陷入狂躁中 杰德不敢多坐停留 捡起女王头颅匆匆离开 可身后的丧尸穷追不舍 他只来得及躲进一个狭小房间内 想不到这里是个完全封闭的空间 丧尸不停拍戴着唯一出口 杰德显然已经陷入绝境 他默默拿起卫星电话 和女儿做完最后告别 接着就站起身 准备和门口的丧尸大战一场 想不到电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他气愤地扔在地上 却无意中看到一箱手雷 没有任何犹豫 杰德拉掉手雷的保险环 可过了半天都没反应 就当他准备上前查看时 看着满地的丧尸残骸 杰德摇摇晃晃走出门外 恰好遇到还在浴血奋战的胖子 想不到地堡中的丧尸这么多 两人边打边退 最后被逼到电梯井角落 杰德毫不犹豫地跳了上去 胖子八克紧随其后 可惜他实在太重了 杰德根本拉不动 最后又被丧尸扯了下去 可怜的胖子就这样淹没在丧尸潮中 这次又是杰德一人逃出生天 只见他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 从未感觉如此畅快 就当杰德准备离开时 天空中响起巨大轰鸣声 强烈灯光照得他睁不开眼睛 想不到保护伞的守卫再次出现 杰德这次是插翅难逃了 不知为何 当最前方的守卫摘下口亏后 杰德瞬间露出极为震惊的表情 思绪也再次回到天灾病毒爆发以前 当初他通过电脑 绕过防火墙屏地 查到多年前保护伞公司出现过 被实验动物咬伤的员工 陷入发狂伤人的事 中间间隔的时间只有72小时 妹妹比利此时也表现出同样症状 他不得不将这个消息告诉对方 即使生命所剩无几 当事人也该有权利知道真相 看着手机上设置的倒计时 距离发作只剩下三个多小时 比利决定就算是死 也要在生命最后时刻活得精彩 于是他主动表示 要去参加同学举办的聚会 在这里他忘掉所有悲伤 尽情展现花季少女本该有的精彩 可一名男子的到来 瞬间破坏了现场的气氛 他就是之前和杰德通过视频的记者罗比 知道这里有人被实验动物咬伤 不远千里也要过来看看 通过手机定位 很快找到杰德姐妹 她比任何人都明白感染T病毒的危害 多年前的救换熊士就是因此毁灭的 为了防止事态失控 官方引爆了核弹将救换熊士一约平地 并不是对外宣传的毁于瓦斯泄漏 比利觉得这是太大 必须跟父亲艾伯特谈一谈 罗比顿时惊讶无比 艾伯特不是已经死于核爆了吗 那么现在这位父亲又是谁 杰德姐妹认为对方完全是在胡扯 不想再跟他继续纠缠 连忙朝着废弃建筑外跑去 谁知刚刚来到公路 记者罗比就被守卫团团围住 原来他多年来的调查 早被保护伞察觉 一间秘密的审讯室内 保护伞公司老板伊富林 询问罗比来自的目的 对方没有隐瞒 说新的换熊士有人被实验狗咬伤了 必须尽快阻止悲剧重演 不过具体是谁被感染了 罗比此时并不知道 杰德姐妹眼睁睁看着记者被抓走 自然心虚无比 不要命的狂奔在街道上 此时距离72小时发作时间已经不远 比利甚至都能感觉到身体在发抖 难道失变就要开始了吗 杰德紧张地盯着倒计时 当表盘的数字归零 比利并未发生任何变化 姐妹俩瞬间喜极而弃 那的记者果然是个骗子 可杰德却留了个心眼 网上报道的消息不可能全是假的 也许父亲知道一些内幕 两个小女孩在自己家里四处搜索 想不到发现了不少除复意料的东西 柜子里放着一个狗哨 宠底下还有一个工作笔记本 因为不知道密码无法登录 女主杰德立刻想起黑客同学 在她的帮助下 杰德顺利打开电脑 逐一查看所有内容 一封需要特定操作才能发送的电子邮件 引起了她的注意 上面的内容很惊悚 如果艾伯特突然死亡 那么保护伞就会抓走杰德姐妹 二人必须尽快离开 艾伯特为此特意留了一袋东西给他们 姐妹二人顺着提示线索 终于在钢琴下方的暗格内 找到一个黑色旅行袋 里面装着一些现金 还有两本甲的护照 专门供他们跑路用的 这让杰德二人更加疑惑了 确信父亲艾伯特和保护伞公司 隐藏着大秘密 黑客同学提示道 一般这种情况 他们肯定会将一些重要资料 藏在更加隐蔽的暗室内 杰德二人瞬间来了精神 他们避开家里的监控 开始仔细搜索墙面 居然在橱柜后面 发现一个隐藏的感应开关 姐妹俩用自己的指纹和面容试了试 一点反应都没有 想必只有艾伯特本人才能打开 黑客朋友再次出声提醒 一般这种感应开关 肯定会有备用的开启方法 杰德想起在柜子中发现的狗哨 他试着吹了吹 家里的宠物狗立马跑了过来 杰德抱起他左右晃了晃 感应开关瞬间变色 一扇隐蔽的暗门打开了 姐妹二人好奇地走进过道 想不到这里居然是个隐藏的实验室 应该是艾伯特在家工作的地方 在冷冻库中 他们发现了每周从自己身上抽取的血液 柜子里还放着许多老旧录像 看日期都在揪换熊士毁灭的时间段 杰德随便拿出一盘观看 内容是保护散尸兵 正在捕抓一只叫做丽莎的恐怖怪物 背上的眼睛让人不寒而栗 杰德打开电脑里的工作日志 里面有比利被咬后 非常详细的测试记录 这让比利心中很不舒服 想要立刻离开这里 杰德点点头表示赞同 临走时打算将那些录像资料全部带走 就连电脑主机都不放过 水之下一刻 实验室的警报声响起 想必是杰德把电脑的操作 触发了安全程序 随着倒计时结束 实验室四周升起无数火标 将所有设备和资料全都烧毁 杰德二人紧张地躲在正中央 并没有被火焰波及 没过多久 大火被喷雾浇灭 实验室的大门再次开启 父亲艾伯特阴沉着连走了进来 姐妹二人吓得连连后退 对方此时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开始对着他们怒吼 身后的比利抡起铁板凳 猛地朝艾伯特砸去 让他立刻失去知觉晕了过去 当艾伯特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椅子上无法动弹 态度也变得缓和许多 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保护姐妹二人 同时也给他们解答了许多疑惑 原来录像中的丽莎 就是注射了T病毒的人类 而比利同样被感染了 却没任何变化 是因为在胚胎阶段 艾伯特就对她的基因进行了改良 姐妹二人这才知道 他们俩都是人工培育出来的 不过比利被咬后没有发病的是 绝对不能让保护伞知道 杰德立刻想起来 被保护伞抓走的记者罗比 知道不少消息 艾伯特瞬间紧张起来 表示得立刻前往公司解决祸患 杰德姐妹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虽然心中不是滋味 但还是选择相信父亲 以上就是生化危机第三期内容 这个女人简直就是厄运缠身 为了回到家人身边 一路上可谓是历经艰难险阻 走到哪里都是九死一生 这回好不容易 从满是丧尸的地宝中逃出来 又遇到地表最强的 武装组织保护伞公司 当领头的守卫摘下头盔后 杰德不由的瞪大眼睛 想不到对方居然是自己的双胞胎妹妹 她很快被带进一处地宝中 连丧尸女王的头颅都被收走 姐妹俩多年后的初次相遇 并没有想象中的欢乐融洽 很明显他们的立场已经完全对立 比利算是保护伞公司的核心人物 而杰德十分看不惯保护伞 对世界的肆意破坏 现在效忠于名为大学的研究组织 被姐姐一翻赤字后 比利忽然变得伤感起来 她说自己也不想待在保护伞公司 但却身不由己 随后主动给杰德松绑 还帮她摘掉了植入手臂中的定位器 满脸真诚的模样让人动容 可杰德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转身跑去库房取回丧失女王的头颅 接着一路飞奔来到海边 这是和大学组织碰头的地方 再次见到志同道合的同事 杰德终于露出轻松笑容 简单体检完成后 杰德坐上一艘快艇 转眼抵达位于深海区域的大型货轮 想不到所谓的大学组织坐落在这里 他们保留了许多蔑视前的植物种子和技术 期待某一天新世界的到来 杰德终于和日思夜想的家人团聚 整个人彻底放松下来 尤其是躺在属于自己的软床上 自然别有一番风味 可杰德天生劳苦命 第二天一大早便来到实验室 她始终没有忘记丧失女王的特殊之处 想要彻底弄清楚 她是如何操控丧失的 经过化验发现 丧失的细胞能够分泌两种特殊的酵素 可惜一接触氧气后就被分解了 身旁的女同事提醒 也许添加辅助成分才能生效 比如说丧失女王的口水之类的 仅仅只是这个猜想 要确认具体辅助成分 也许经过大量的测试才行 一整天时间悄然度过 可惜实验没有任何进展 杰德气急败坏地对着实验敏吐了一口口水 谁知这个无心之举 却让丧失女王的特殊酵素得以在空气中生效 杰德和同事喜出望迈 可接下来的测试才是最关键的 将分离出的两种酵素 分别加入T病毒样本 发现病毒极度排斥红色酵素 但对绿色酵素却十分亲和 杰德立刻想到它的实际价值 红色的可以让丧失不敢靠近 而绿色的可以标定敌人 让丧失对他展开千里追杀 可这一切都只是推论 具体还得进行活体实验才行 女同事建议两周后等轮船靠岸再说 可杰德实在等不下去了 她想起白天的时候 经过几艘无人的事故船 想必那里肯定有丧失 趁着微量的夜光 这个女人独自乘坐快艇 来到事故船附近 经过一番打捞 果然找到一具沉入海底的丧失 悄悄将它运回实验室 杰德就迫不及待地准备测试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她已经事先准备好 红绿两种酵素混合剂 在身上喷满代表圆里的红色摇页后 又用针头刺破手指 杰德有些紧张地靠近丧失 摇了摇出血的手臂 红色酵素果然起作用了 连血腥味都没能让丧失有所动作 女儿沙拉见了连连叫好 却不小心刺激到了丧失 只见对方瞬间正断绳索 一把将杰德推开 随后飞快朝着沙拉追去 小女孩一路狂奔 很快来到甲板上 女同事不明所以 瞬间就被路过的丧失扑倒 虽然有人第一时间将丧失干掉 可女同事已经变成冰冷尸体 所有人都愤怒地看向违规操作的杰德 尤其是死者的老公 恨不得一枪杀了他 可就在这时 远方传来机器轰鸣声 几架武装直升机飞了过来 想不到保护伞公司追到这里来了 杰德越想越不对劲 连忙翻看丧失女王的头颅 果然在里面找到一个定位芯片 原来他还是中了妹妹比例的圈套 否则在茫茫大海中 他是如何找到货轮位置的 杰德知道自己又闯了大祸 不甘和悔恨涌上心头 老公连忙上来安慰 事情已经发生 想想如何补救才是王道 可现在的杰德十分无力 保护伞公司已经强制让货轮靠岸 并邀请了大学组织负责人金教授面谈条件 想不到他们在海岸边 也设置了一个临时营地 金教授在这里见到了保护伞的负责人易富林 对方一上来就趾高气昂地表示 要接受大学组织的所有成员和财产 这和抢劫没有什么区别 金教授也不是什么擅长 早在世界毁灭之处就防了一手 他们保留了许多保护伞从事非法研究的录像证据 如果易富林赶乱来 就将这些视频公布出去 让保护伞成为世界的公敌 易富林听完后立刻改变条件 表示只要大学组织交出杰德就好 其实杰德本人也没想到 保护伞这回如此大度 轻易放过了整艘货轮的人 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女儿莎拉的安危 签订万主如果有机会 一定要离开货轮 杰德早就给他安排好跑路用的物资 就跟多年前父亲爱伯特给自己准备的一样 就在这时 组织首领金博士带来了保护伞的要求 杰德爽快地答应下来 临走时一再叮嘱 自己只要一上岸 就赶紧启动货轮离开海岸线 顺便按下终结按钮 想必是个隐藏的大杀招 杰德在一帮人的押送下 很快抵达保护伞的临时营地 谁知刚刚进入 他就彻底傻眼了 保护伞负责人依福林居然在跳舞 这和他平常的形象简直判若两人 就在这时 妹妹比利走了进来 原来依福林的所有行为 全在她的操控当中 换句话说 比利才是保护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而且想要掌控世界的欲望 比依福林还要强烈 杰德脸上露出比翼神色 这让比利心中很是不爽 立刻操控依福林下令 夺下大学组织的货轮 杰德顿时气得不行 从口袋中掏出吸引丧尸的绿色教宿 用力朝地上砸去 现场瞬间安静下来 无形的恐怖气息向外蔓延 海岸线的守卫忽然发出警报 只见无数丧尸如潮水般 从四面八方冲了过来 原本装备精良的守卫 在他们面前无法掀起思考过来 想必团灭也是迟早的事 与此同时 大学组织的终极大招也在叙事待发 估计保护伞公司这次是再艰难逃了 比利强拉着杰德手臂走出营帐 满脸惊恐地望着眼前一切 无比讽刺的是 天在末日前 姐妹俩曾经也是这样紧握双手 只不过当时他们是彼此依靠 共同面对即将到来的巨大危机 因为知晓比利被实验狗咬伤的记者 被保护伞公司抓住了 父亲艾伯特心中清楚 绝对不能让他说出实情 否则比利就会成为保护伞的重点 照顾对象 艾伯特找到公司负责人主动请应 表示自己可以用药物 让记者交代实情 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皇子 为了掩盖女儿被咬的事情 艾伯特不得不对他痛下杀手 同时也想好了脱罪的理由 当时只是给记者注射一剂 能够抛开顾虑的药物方便招供 成分和新药乐无忧有些类似 可大老板伊富林不是这么好糊弄的 让人先将艾伯特控制住 接着立马对记者进行尸检 他的死因很快查出来了 原来艾伯特给他注射的是高纯度乐无忧 致命剂量超过上限的三倍 这是明显的杀人灭口 伊富林没兴趣知道艾伯特为什么要这么做 只想让他继续帮自己研制新的药物 艾伯特已经彻底和保护伞斯破莲 自然不肯答应对方的要求 伊富林仿佛见怪不怪 因为他太了解艾伯特了 自知有几百种方法逼他就范 原来早在十几年前 艾伯特就发明了一种克隆技术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复制出好几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克隆人 身为保护伞公司负责人 伊富林自然对其中引擎了如指掌 真正的艾伯特其实已经死去 现在给保护伞效率的是一号复制体 当初他刚刚出世时 仅用六个月就长成二十多岁的模样 快速催促的代价 就是到了一定年龄 体内的细胞会迅速崩换 必须定时注射专门的药物才行 现在伊富林已经停止给一号艾伯特供药 直到他答应为自己效率为止 谁知对方这么能扛 带有宁死不从的架势 伊富林只好换个手段 让手下前往艾伯特家中 将杰德姐妹请到保护伞公司 两人一看到倒地不起的父亲 立刻激动起来 伊富林彻底撕掉伪善的面具 一边让人从杰德身上抽血 一边讲述艾伯特克隆人的身份 更让人惊讶的是 治疗克隆人细胞缺陷所需的药物 居然就是杰德姐妹体内的血液 这也是艾伯特每周都给他们抽血的原因 两个小姑娘起初还不相信 直到看见艾伯特亲手将杰德血液注入体内后 他们彻底傻眼了 原来之前说的什么保护 全都是编造的借口 两个小女孩气愤的离开现场 以上就是生化危机第四期内容 这群丧尸怎么了 发疯一般朝着人类基地冲去 装备精良的士兵 也无法阻拦他们分好 仅仅只是一瞬间 整个平院上全是密密麻麻的丧尸 他们就像围剿猎物的群狼 汉不畏死的冲击营底防护王 原来就在几分钟前 身陷困境的杰德将一瓶能够吸引丧尸的特殊药水砸碎 想不到药效远超预期 保护伞公司负责人比利 强行拉着杰德跑出营帐 顿时被铺天盖地的丧尸惊呆了 相信用不了多久 在场的所有人都得完蛋 眼尖大片护栏被冲破 守卫士兵也越来越少 比利气得一巴掌将杰德扇倒在地 随后立刻返回营帐 取出操控无人机的电脑 他并没有打算坐以待毙 而是选择绝地反击 面对密集汹涌的丧尸潮 比利闲停性不得来到正中央 身后的几架无人机气势凌人 只见他在控制电脑上一滑 所有无人机开始在空中盘旋 密集的子弹如暴雨般倾盆而出 无论是地上的丧尸 还是保护伞的守卫 纷纷重弹倒地 比利的操作犹如巧克力一般丝滑 整个人也逐渐兴奋起来 因为丧尸数量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 此时他突然回过神来 这才发现杰德居然不见了 原来就在几分钟前 杰德刚从昏迷中醒来 几乎只是一瞬间 轻松干掉身旁的守卫 恰好看见大学组织的霍伦已经起航 正在缓缓远离码头 他知道这是唯一逃脱的希望 两腿加速穿过密集的丧尸群 飞快朝着码头方向跑去 好在丧尸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保护伞的营帐 没有对杰德进行任何阻拦 虽然霍伦距离码头已经有段距离 可杰德老公已经看见急速奔来的棋子 在对方奋力跃出的一瞬间扔下绳索 杰德再次上演绝地防身 通过绳索顺利抵达霍伦甲板 受烧喘口气后 他立刻跑到操作室 劝说负责人金教授赶紧释放终极武器 他知道比利灭掉丧尸后 绝对不会放过这艘霍伦 金教授考虑良久 终于点头答应 想不到开启终极武器如此繁琐 居然要两个人同时插入钥匙 才能弹出按钮开关 杰德毫不犹豫地拍了下去 想不到所谓的终极武器 居然是一只感染了T病毒的巨鳄 此前一直被铁链固定在霍伦地步 当启动开关按下的一瞬间 巨大鳄鱼终于苏醒 身上的铁链也自动脱落 此时的他犹如脱缰的格斯拉 全身上下散发出一种害人的压迫感 杰德远远眺望海岸线 估计比利这回是凶多吉少了 思绪也再次回到天灾末日来临前的那段时间 那时候的两姐妹情笔金尖 一起努力挖掘出不少鲜为人知的秘密 想不到养育自己多年的父亲 居然是个克隆人 而且还得依靠他们的血液存活 姐妹俩有种万念聚会的感觉 雪上加霜的是 他们的行动也被保护伞公司限制 收拾完行李后 从此就得住在保护伞总部了 回到家中的姐妹俩相互商量 感觉全世界都在欺骗他们 不如抛下一切远走高飞 可他们还没跑两步 就被保护伞守卫发现 也许是因为太过激动 比利体内的病毒再次爆发 死死拖住黑人守卫 让杰德顺利逃进一旁的箱子中 可惜他感染病毒的事情终于暴露了 当公司负责人伊富林得知 比利感染T病毒 并没有变成可怕怪物后 他强行按下心中激动 装作无比真诚的模样 表示自己可以治好比利的病痛 其实这也是比利最大的情愿 表示愿意配合治疗 伊富林笑得无比得意 其实所谓的治疗只是个皇子 研究出抵抗T病毒的方法 才是他真正目的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经过一系列的测试和药物实验后 比利突然开始剧烈惆怅 随后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一针扎破实验人员的眼睛 对伊富林更是痛愤无语 此时的比利只感觉一阵头晕目眩 眼前不断出现幻象 显然是要开始事变了 好在关键时刻 一名男子及时出现将他拍醒 恢复意识的比利有些好奇 眼前的男子为何跟父姐艾伯特长得一样 经过一番沟通后才知道 对方居然是艾伯特的二号复制体 之前他一直被关押在保护伞的隔离间中 当伊富林和艾伯特一号 也就是比利的父亲决裂后 便重新启用了艾伯特二号 这次他要研究的项目更加危险 居然是感染了T病毒的人类 艾伯特二号虽然口头大应 但不想真正给他卖力 得知了比利的身份后 艾伯特二号觉得比利应该去救出父亲 虽然他创造比利姐妹的初衷 是为了给自己提供血液 但他也是真正爱着两姐妹的 否则不会默默付出这么多 也不必这么善待比利二人 一番说辞下来 比利终于被打动 可当他来到关押父亲的房间时 发现姐姐杰德也在其中 原来他从保护伞守卫的手中逃脱后 第一时间找到黑客同学赛门求助 希望对方帮忙救出妹妹比利 因为赛门还有一个重要身份 那就是保护伞负责人伊富林的亲儿子 当他得知保护伞公司的种种罪行后 终于答应杰德的请求 利用自己的黑客技术以及身份权限 轻松无比的混进保护伞公司 只不过比利还没找到 无意中来到关押父亲的房间 一家人居然在这里团聚了 几人来不及寒暄 准备立刻离开 公司的警报声忽然响起 原来伊富林带着众多守卫赶到了 也许是过于紧张的缘故 比利再次陷入狂话状态 不受控制地将身边的赛门咬伤 感受到鲜血的滋味后 比利才恢复正常 此时伊富林已经带着守卫来到这里 看到儿子被比利咬伤 居然抬起手枪直接扣动扳机 杰德顿时陷入无比悲痛之中 众人费了好大一番力气 才强行将人拉走 随后躲进一间化学实验室中 艾伯特一号已经想出应对办法 用易燃液体浇满地面后 他让艾伯特二号带大家先走 自己留下来断后 杰德姐妹再次感受到 来自艾伯特的父爱 几人离开没多久 伊富林便抵达实验室 艾伯特立刻点燃地面 整个实验室顿时化为一片祸海 此时杰德姐妹已经顺利逃出保护伞公司 在艾伯特二号的护送下 朝着下一站目的地进发 杰德默默打开父亲塞给自己的纸条 上面记着一个联系人 那就是位于日本的艾大王 让人意外的是 保护伞负责人伊富林 并没有在爆炸中送命 就在消防人员极力抢救时 替病毒感染者的手臂突然伸了出来 杰德姐妹少年时期的故事 就此告一段落 成年后的他们也将迎来最终结局 妹妹比利操控无人机 对着丧尸一通扫射后 终于将他们全部见面 可比利还没来得及高兴 地面忽然开始剧烈颤抖 一只体型巨大的鳄鱼从海里窜出 女人此刻想死的心都有了 普通丧尸还能拼一拼 这么大的怪物要怎么来 好在她还没失去理智 操作无人机在鳄鱼上方几力周旋 虽然没过多久便全部坠毁 但比利因此争取到不少时间 随手扔出一个高抱带 将鳄鱼成星炸进海里 趁此机会 比利飞快朝着不远处的直升机跑去 总算在鳄鱼追上前顺利起飞 慢慢没想到的是 杰德的女儿莎拉此时也在附近 原来在霍轮离开海岸的时候 她就听从了母亲的建议 独自驾驶快艇离开霍轮来到海岸线 谁知恰好和刚刚失去目标的大鳄鱼碰面 让人无比惊讶的是 鳄鱼并没有攻击莎拉的意思 只是瞪着眼珠 呆呆望着对方 举止间似乎透露着几分清静 莎拉甚至伸出手准备触摸 就在这时 比利驾驶着直升机又回来了 连续两发高威力导弹 直接将大鳄鱼击毙 万幸的是 爆炸的威力都被鳄鱼承受 莎拉并未受到伤害 刚跑出去一段距离 就和母亲杰德碰面 原来就在不久前 杰德在船舱房间中 一直找不到女儿的踪影 发现逃生礼包不见了 立刻猜到她应该是登岸了 所以第一时间过来找人 想不到这么顺利就和女儿会合 可母女俩还来不及寒暄 比利带着守卫再次出现 她亲眼看到莎拉和鳄鱼的亲密行为 觉得对方肯定有什么过人之处 必须带回实验室研究一番 杰德一听立刻怒了 大骂比利就是一个怪物 想不到对方不怒返校 说杰德才是真正的病毒 走到哪里身边的人都会遭殃 因为她只想完成任务 弥补曾经犯下的过错 十足就是自私的小人 一番话瞬间击溃杰德的内心 可比利并不打算就此收手 某个抬起枪扣动扳机 杰德虽然没有当场毙命 但也失去反抗能力 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人带走 新版《生化危机》全剧内容到此结束 这部剧总的来说算是比较拉滑 两条时间线的穿插经常让人脱戏 而且少年时期的剧情演了半天 也没讲清楚丧尸病毒如何爆发 甚至连双胞胎姐妹如何决裂都没提及 从最后的画面来看 下一季应该是讲杰德解救女儿的故事 不知道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还会继续期待第二季内容吗